民進黨有時候是感覺起來是比較勾引的政黨 真的是最古異嗎 自家立委跳出來喊話 拜託小英主席管管敗壞的選風 段一康指出7月就是民進黨全代會 每次中央黨職改選都會聲會影 這次也不例外 而且聽說價碼更高 呼籲黨主席蔡英文配合行政院政黨法 延辦 延插 杜絕 歪風 其實歷年都會傳出有部分可能有會選操作的這些消息 段一康委員抛出這樣一個提醒 無非是希望黨中央黨主席能夠正向的來宣示 黨中央徹查可能的會選 黨中央冷處理只說歡迎提供情資 不過率為坦承黨內選舉會選雜音不斷 民進黨全代會2004年改選時 黨代表一張支持票喊到一百五十萬天價 2006年時也有黨代表用每票六十萬對外兜售 到了2008年一票更有一百萬的行情 現在民進黨彎圈執政 價碼是否更高也讓外界好奇 外界都有這樣傳言 不過我非常讚佩段委員的勇氣 他敢公開證實 這不容易 過去批判國民黨的黨內選舉 現在自己黨內選風敗壞 但是民進黨卻用兩套標準 也提不出有效的方法去喝止 或改善黨內的選風 這如何讓國人相信 這是民主進步的價值 中常委是民進黨的權力核心 攸關各派系角力戰 買票匯選傳言不斷 這次還是自家人出面踢爆 民進黨茶壺內風暴 就怕又會是雷聲大雨點響 記者謝文翔 王少雲台北報導 明天安排 關各場的賣服 明天安排